说有一个叫来往的汉子 人那挺忠厚也很勤快 和老娘一起过日子 但是说的也奇怪 不管那娘俩怎么勤俭度日 就是富不起来 不光这样 从来往这边往上数八倍 就没一辈子富过的 年头长了 大家都叫他穷八倍 他老娘实在想不通啊 就对着穷八倍说了 明天呢你把这柴卖了 就是说买几斤米啊 也得花钱找个算命先生 算算咱们这辈子还有好吗 这穷八倍啊孝顺 怕惹这老娘生气 是满口答应 第二天卖了柴之后 就找到了一个算命先生 让他给自己算算 那先生掐指一算 你的命实在是不计啊 比如说人家叫你穷八倍了 你家得穷啊 八八六十四辈子 这穷八倍一听心里就凉了 回家之后把这话呀 就如实的跟上老娘说了 老娘一听就哭了 说咱这辈子也没做过上天害理的事啊 老天为啥这样不公啊 这穷八倍心疼这老娘 气得走出家门 决心找个清官 状态恨告自己的穷命 他逢人就打听哪里有清官 有一位好心的大爷跟他说了 说开封府的包大人是个清官 你上他那去告去吧 一定能告刑 一个月之后 这穷八倍啊 就找到了包公的衙门口 他要进去告状 但是守门的就不让 包大人刚退堂歇息 明天再来吧 穷八倍的就请求了 哎 俺路头遥远 家里还有老娘等着 你让俺进去吧 这开门的一看他说的可怜 那你有何冤情啊 有没有撞旨啊 你告诉我 我给你去回禀吧 哎 俺不知道冤从何来 俺就撞告俺的命 这开门的一听觉得荒唐 我当差几十年了 从来没有听说告命的 滚 他说着拿起那水火棍就赶 但是穷八倍子不肯走 两个人在衙门口就吵起来了 包公正在书房处理着公文呢 就听到声音了 便让人出去看看怎么回事啊 那人来到门外 听了穷八倍子诉说 也觉得不可思议 也要赶他走 于是三个人就吵闹起来了 包公听到之后急忙走出来 穷八倍子一看只单官来了 上前就双膝跪倒诉说着冤情 包公一摆手 那你跟我到书房里来吧 本官为你做主就是了 到了书房了 包公就说了 你姓是名谁呀 家住哪里呀 冤从何来呀 你要状告哪个呀 要讲实话呀 果真有冤情 本官一定给你做主 小名叫来望 家住山东 家中还有老娘 俺家八辈子是代代穷 大家都叫我穷八倍 娘叫俺去算命 那算命先生说 俺家不是穷八倍 得穷八八六十四倍子 你说俺和娘从来也没有做过 伤天害理的事 为啥呀这是 你说俺冤不冤 包公听了之后点了点头 让人把这穷八倍带下去呀 歇息他要连夜办理此案 但人走了之后 包公取出那宝贝优先诊 合一躺下了 这优先诊可真神啊 包公刚往上一躺 就觉得耳旁的阴风嗖嗖作响 一会儿就到了阴曹地府 就到了阎罗宝殿了 阎王爷一看他来了 赶忙下座相迎 见到包公是满脸怒气 包大人啥事啊 包公就说了 有个穷八倍子为何代代受穷啊 阎王就翻看着生死不傲 因为他祖上做过伤天害理之事 故罚他他家八八六十四倍受穷 包公一听之后就火了 行善赐福 作恶受罚理所当然 但是伤即无辜 罚即无罪 这样的律法还有公道吗 阎王爷为包公脖子无言以对 那包大人有何高见呢 依我之见呢 这个穷八倍子勤劳忠厚该场 孝敬老人美德可赞 你赶快把他那穷命勾销了 赏他福气 好使人们一心向善呢 阎王一听 包大人所言极是 那我拿出半年的俸禄资助他吧 等他遇到巡查之人 便会发一笔小财 不过他真要富起来啊 还得勤劳善良啊 包公一听那行 高高兴兴就回去了 第二天包公对着穷八倍说了 回去吧 你穷日子到头了 等哪天遇到巡查之人 你就会发财了 但是发财之后啊 也不能忘了勤劳忠厚 孝敬老人 穷八倍子啊 也没听懂 回家之后啊 一无一失跟老娘说了 娘俩都有点不相信 这一天呢 穷八倍子打完柴 正坐着歇息呢 忽然就看见了 悬崖下边那棵老茶树 传说有人采过 那个树上的茶叶 喝下之后就成仙了 只是这茶树长在悬崖上 非常难采 他就干脆想采茶 卖给了茶楼 换些个饮料贴补家用 于是穷八倍子 用这个 隔条凝成的这钓绳 一头拴在悬崖边的树上 一头拴在自己的腰上 手抓着钓绳 滑下着悬崖 滑到了老茶树上 采了一些树上的茶叶 回到家之后 把这茶叶晒干炒好 然后带着一包 来到了万海茶楼 茶楼老板一看 就问是哪里来的货 穷八倍说是蒙山野茶 这姑老板一看还漫不经心呢 好茶 等有客人要喝事再说吧 说完他将这茶叶随手就扔到了那货架顶上 再说这天呢 包工是因为公务带领了一般牙役来到这蒙山 公务结束之后啊 包工便和牙役就地食宿 哪知啊 饭后不到半个时辰 这包工肚子是又胀又疼啊 包工印象是刚才吃喝太快引起的 这喝点茶水也许能好 于是让人去上自带的茶叶 可喝下茶之后症状并未减轻 他又让人到外边去弄点茶叶来 这两个牙役一路小跑 就敲开了万海茶楼的大门 让着老板赶快将店中的茶叶统统拿出来 这老板一看是官差 哪敢怠慢呢 连忙照做 两个牙役将这茶叶带回去 七茶就给包工喝了 可是还是没有效果 那包工肚子还是又胀又疼的 两个人就又来到这茶楼了 那还有什么茶叶都拿出来 这老板忙说 这都拿出来了 那牙役却不信 糊弄我 赶紧找去 这老板一下头大了 这这咋办呢 忽然他想起那穷八倍 托他卖的那包蒙山野茶了 眼下也管不着那么多了 赶紧找出来就交给了牙役 这时候包工已经疼得直打滚了 牙役把刚沏好那茶呀 端到他嘴边 包工就觉得一股清香钻进鼻子 那精神为之一震 接着把茶水喝下去了 就听着肚子咕噜噜一大响 哎 慢慢的好了 第二天上午 包工特地带着牙役来到这茶楼 那老板都吓坏了 连忙磕头请罪 但是包工就说了 哦 你何罪之友啊 你的茶救了我的命 我得重谢你呢 这酷老板心里就纳闷 包工又问了 你这茶是什么茶呀 哦 是一个叫穷八倍脱小民卖的 说是野茶 听到这个名字啊 包工就是一惊 正在这时候 穷八倍子送柴来了 这老板赶紧拉过他 大人啊 这就是穷八倍 包工是哈哈大笑啊 哈哈 穷八倍 你还记得我吗 万万没有想到 你遇到的巡查之人就是我呀 这穷八倍子啊了一声 愣在那儿了 包工继续说了 你救了我一命 为表谢意 我特送你文银五十两 穷八倍这辈子 哪见过这么多银子呀 一听懵了 还是那个茶房老板反应快 赶紧戳戳这穷八倍子 还不赶快谢报大人呢 穷八倍子这才回过神来 赶紧道了谢了 包工又问这茶从哪来呀 穷八倍老老实实就说了 就望海丰那棵老茶树上了 说是鲜茶 包工点了点头 嗯那可是特产呢 可是就一颗的茶叶太少 该让他接过刘子 树生树 这个活你能做吗 哦能 回到家之后啊 穷八倍子将今日这个事情就跟老娘讲了 娘俩是喜极而泣 一个劲的朝开封府方向磕头啊 后来的穷八倍子又爬上那棵老茶树 好不容易找到了三棵种子 他就把这茶树种子种在了望海丰的半山腰上 又在附近盖了一间木屋子 这吃住啊都在山上 几年之后的种子长成了茶树 那茶树啊又长成了茶林 这蒙山茶啊成了一道不可多得的饮品 穷八倍就成了当地的富户了 但是啊他不忘初心 经常接济穷苦人家 渐渐的穷八倍子这个名字啊 就没人再叫了